迷路的女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她来到偏僻的山间小屋 里头似乎有人在隐隐窥视着 女孩走进屋里 但不管怎么呼喊 屋里都没有人回应 但下一秒 一条铁链从背后套住她 女孩挣扎着脱开了树极 她来到门边 但一把剪刀脑子插进了左手 她痛得大叫 咬牙拔出了剪刀 接着冲出门外 跑到了山西之间 山洞里冲斥着女孩的尖叫 凶手正举着剪刀不停追赶 完了 女孩被逼到死屋 迎接她的便是生命的终结 随后凶手割掉女孩头颅 丢进了面前的溪流 等到被人发现时 这颗脑袋已经腐烂 上面还密密麻麻爬满了蛆虫 这已经不知道是这片地区 第几次发生的连环凶杀案 而且死者全都是女孩 尸体从来没有被人发现 但没多久 突破案件的关键人物来了 这个停停玉立的女孩名叫詹妮弗 她有一个超能力 那就是能和昆虫交流 而现在她转学来到了这 有连环杀手的女子学校 就在晚上 詹妮弗听到了屋外打架 她连忙赶到树林 但这里不见一丝人影 只见一只萤火虫飞到了詹妮弗手边 萤火虫指引着她 在灌木丛中发现了只手套 但奇怪的是 手套里面居然爬满了蛆虫 蛆虫告诉她 已经有人死了 詹妮弗难以理解 但这要是告诉校长 校长也不会相信 于是她跑去找当地的昆虫学家求助 可对方也很纳闷 为什么手套里会有蛆虫 难不成凶手的手已经腐烂了吗 随后詹妮弗回到学校 校长却在告诉所有学生 詹妮弗患有精神分裂 因为她的日记 写了和昆虫的交流 这下全校都炸开了锅 一群学生揪着女孩头发 将其围在中间不停嘲笑 更过分的人还向她喷面火气 说她是昆虫女孩 但这时 校外竟然密密麻麻 飞着一群苍蝇 吻吻声拍打着窗户 像是在告诉那群学生 詹妮弗是我的人 你们可别想动她 看着自己的昆虫好友 詹妮弗不停说着我爱你们 但下一秒 她便昏倒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校长已经派了护士 盯着她不能出门 可看着护士睡着 詹妮弗把吊手上针管 偷默默地跑出学校 为了找出凶手 她找到昆虫学家 说出了自己能和昆虫交流的事实 而学家不仅没有怀疑 还对她十分相信 接着学家拿出一只石石营 她能够闻到很远距离的尸体气味 只有她 才能指引詹妮弗 找到凶手藏匿的尸体 随后在石石营的带领下 詹妮弗来到遥远的山间 找到了那座偏僻的小屋 她推门进去 里头却一片荒凉 蜘蛛网布满墙盐 房间里还堆放着鸡灰的娃娃 就在要找到线索时 背后却伸出了双手 詹妮弗吓得大叫 原来这是房产中间 对方怀疑她是小偷 便赶走了她 可殊不知 此时的石石营 已经在地板底下 发现了只腐烂 且爬满蛆虫的断手 然而凶手又作案了 她来到昆虫学家家里 趁着对方行动不便 她一把利刃捅不去 学家的星星在窗外拼令嘶吼着 却都无济于事 看着杀手驾车逃离 星星立即跳到车上不停拍打 但一个急转弯 她还是被甩到了路边 看着昆虫学家的尸体被抬走 女孩詹妮弗更是慌乱不如 她打给家里的律师 想订机票回去 可对方却不当一回事 硬是让她留在学校 詹妮弗吓坏了 眼见自己无处可归 教导主任却找来了 对方表示可以让她站住自己家里 但一进到这大豪宅 里面的所有镜子 却都被白布遮上 接着詹妮弗注意到楼上有个影子 那是主任提过的儿子 她漫步朝对方走去 但下一秒 这居然是个木偶 可主任却拎起来 狠狠地往地上砸 这诡异的一幕 不禁让人毛补悚然 接着主任说詹妮弗发烧了 要给她吃退烧药 詹妮弗信以为真 她走进浴室接水 可把药吞进去后 她却发现了吓人的一幕 女孩拿起肥皂 上面居然爬满了蛆虫 就连地上和毛巾也全部都是 这下可把詹妮弗吓懵了 难不成这屋子里头 就藏着腐烂的尸体吗 詹妮弗赶紧抠喉把喝下的水吐出来 还当着主任的面就想报警 可下一秒 对方狠狠地打倒 捂住他嘴巴将他拍晕了过去 等到他再次醒来 主任不见人影 门窗也被封上 他注意到门后有电话 便试图把电话勾上来 但一不小心 电话掉进了地上的坑里 詹妮弗赶紧爬进房间 钻到洞里 可他刚想打电话 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就把他拽到了密室 而詹妮弗一个狡猾 竟摔进了满是蛆虫与肢体的泥坑里 在吃饭的小伙伴你顶得住吗 此时主任来了 他放肆大笑着 又有新玩具可以玩了 但下一秒 身后的男人挣脱锁链 直接将其按在地上不停殴打 詹妮弗见状赶紧逃走 可他发现走廊的房间里 有个男孩站在角落哭泣 他认为这才是主任的儿子 詹妮弗大发慈悲 想要救走男孩 但对方一转过头 怪兽般的面网 虚虫还爬满了整张脸 詹妮弗吓得赶紧跑 他来到河边准备坐船走 但男孩也追了上来 他拿着尖刀试图杀死詹妮弗 但忽然天上飞来一群苍蝇 覆盖在男孩全身 将其推进了河里 可因为船的油箱被戳爆 船只燃起了烈火 詹妮弗只好跳进河里 游回了岸边 然而主任又杀了过来 他抵住詹妮弗脖子 表示自己的儿子就是那连环杀手 可由于爱子心切 主任才必须从中作梗 解决所有试图调查案件的人 眼见詹妮弗就要没命 先前昆虫学家的星星却来了 他要为主任报仇 他拿着尖刀做住主任 不停地往对方脸上滑 最后这对母子杀手死 詹妮弗紧紧抱着星星 一人一兽 便是这片罪恶之地上唯一的善存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神话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